高僧拿出匕首滑开胸口 掏出心脏与邪机做交易 换趟500年不再出来害人 却没想到拿到心脏的邪机 却是翻脸不认账 张开大嘴 就把心脏上的惊许稀释干净 吃饱喝足的邪机摇身一变 成了法力高强的女药 直接开始大开杀戒 和此时失去心脏的高僧已经奄奄一息 只能眼睁睁看着师兄弟被残忍杀害 和尚之中就属你最笨 面对女药的扎心吐槽 高僧真是气坏了 舍命度佛的诚信打动了佛祖 出面摆平了女药 可高僧此时却是圣母心泛滥 替女药求情留下一命 然而私立逃生的女药并没有就此消停 500年后女药终于等到亲心汇聚 魔王之女出世 女药将法力输送到魔女体内 等到魔女成年时 两人合二为一 女药便天下无敌 却没想到竟被一个师太接了虎 不仅用开了光的手串压制住了魔性 还将魔女收入门下 取门彩衣 交给弟子白敏人照顾 出落的亭亭玉立 世太和敏儿也找到了阻止女药的方法 只要彩衣和一个阳年阳月阳日阳时出生的男人结婚 洞房花竹叶只要童真一破 阳气一席 彩衣体内的魔性便会消散 女药的计划自然也就太死负重 为包办婚姻安排的彩衣 虽然是一万个不愿意 却也踏上了花轿 然而敏儿没想到 不想结婚的不知彩衣一人 还有辛劳廖振 虽说是个富二代 可脑子里却只有修仙 更是不想娶气 婚礼当天直接开溜 本就不想结婚的采姨娜叫一个气 直接冲出轿子大闹婚礼 从此采姨和廖振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却没想到两个人的缘分可没有就此结束 女人接过一块肥皂开心在自己身上擦了起来 可下一秒 肥皂竞紧紧的吸在女人身上 女人用了一只爱眼前的肥皂竞长出了五瓜 女人吓了一跳 手里的肥皂意外掉入水中 却没想到远在千里的师兄竟莫名吐起了泡泡 廖振心里是慌的一匹 没想到刚入世门第一天就遇上这种怪事 离家出走了廖振一出门 就碰出了正在钓鱼执法的邱道长 没啥见识的他 一看到对方施法 就认定了他是法力高强的先人 却没想到道长只是个猜忌 不仅中了张扬镜的美人计 还被他耍得团团转 最后还是利用廖振身上的金光 才收服了妖怪 可廖振拿懂这些 一心修仙的他说什么都要被邱道长为师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败师的门派 岂是干啥啥不行 泡牛第一名 刚入世门第一天 就被师兄拽去隔壁世门 偷看女弟子洗澡 一招试魂落魄大法 直接魂穿肥皂 不仅和美女来了个亲密接触 还看了个金光 可这下美女也发现了魂穿的师兄 一个试法将他直接封印在马桶里 还好路过的邱道长发现 这才把他从粪水中救了出来 经此一世 色胆包天的师兄是越挫越勇 竟又带着廖振前来偷窥 穿墙服一天直冲女厕所 却不想中途竟出了意外 一二三 师兄说话还没想到 自己竟在穿墙的时候 被路过的胖妞破了一连水 不仅连了个头 扶之后也被淹湿了 师兄就这么生生卡在墙上动弹不得 那边廖振也没好拿去 一个用力过猛 竟直直冲向了彩衣的房间 彩衣拔剑就要干掉这个色狼 但接触下来发现 廖振竟不像想象的那么猥琐 蓝儿虽然不是对方身份 却也是互生情愫 可是师兄就没那么幸运了 为了救出师兄 廖振将符纸贴在师兄的屁股上 懵登一脚 与此同时 师姐敏儿在机缘巧合下 发现廖振竟是采衣那个逃婚的新郎 于是马上约上秋道长 商量采衣廖振洞房花竹的大事 可谁知道对方竟因暗恋自己会送了意 虽说敏儿是把女妖的事讲得清清楚楚 可秋道长是一点也没听进去 非要敏儿嫁给她才肯帮忙 敏儿也是毫不慌张 提出晚上斗法 谁赢了听谁的 虽然两人僵持不下时 女妖赶来 拥有千年功率的她 一出手就打得众人连连后退 为了击退女妖 采衣上前迎战 虽说是打跑了女妖 可压制魔性的手串 也被女妖击碎 失去被诱的采衣昏迷不醒 可为了阻止女妖 现在也只有尽快远防这一个办法 众人将两人关在一出后 便立即出去拖住女妖 但经验不足的廖振 哪里懂得如何动防 没过多久 众人便撑不住女妖的攻击 采衣和廖振也被女妖吸进了嘴里 危机时刻 事件敏儿将手创伤掉下的佛珠 射进女妖的口中 进入女妖体内的佛珠 竟跟廖振融为一体 转眼的功夫 就化作金身罗汉 出现在众人眼前 为了廖振 就是给女妖挖心的高僧转世 因此身上才有金光护体 高僧和米尔联手打出两道金光 轻松将女妖击退 却不想 正在众人以为一切尘埃落定时 原本消失的女妖竟死而复生 献出原形 向众人袭来 高僧健壮 立马盘腿坐下 口中金文化作金龙 将女妖击杀 一声爆炸响起 一切烟消云散 廖振便会烦人 众人平安无事 采衣和廖振 也是有情人 装成眷属